韩国男团FPISLAND队长崔忠讯资料照 阿娜提供大纪元2019年3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威新编译报道韩国男团FPISLAND队长崔忠讯 索13日才发表声明承认曾经酒驾并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 然而风波并未停止部分粉丝发起了要求崔忠讯退团的活动 即14日下午其所属经纪公司宣布崔忠讯退出FPISLAND并退出演艺圈 近日韩媒报道崔忠讯两年前曾酒驾并对警方及媒体行贿已了事 虽然昨日崔忠讯成任酒驾但表明自己并未行贿相配合警方调查 然而韩没有接连报道崔忠讯曾在聊天群组中没有回忆地表示 自己已低调私下处理酒驾的问题 为此崔忠讯所属经纪公司FNC娱乐今日发表声明 表示崔忠讯最近引发接连不断的争议 决定退出所属团体FPISLAND 声明言及公司并没有想要隐瞒事实 此前发表的消息都是仰赖住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在与崔忠讯本人确认后才对外发表 然而本次事件的过程中却发表了不正确的立场 引发各界混乱 为此FNC娱乐感到十分抱歉 FNC娱乐表示 尽管崔忠讯表示想不起事情的细节 但在被质疑有不法行为的情况下 崔忠讯将诚实地接受调查 而崔忠讯也已决定永久退出FPISLAND 并退出演艺圈 他也对过去的不当发言感到羞愧 同时对受害者感到抱歉 对于让团圆及众多粉丝感到失望 他也深刻地反省 声明文末提及 FNC娱乐对于未能管理好旗下艺人 在人格教育上有所舒适感到抱歉 同时也知道崔忠讯的行为 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公司都无法免责 因此会把崔忠讯当作社会的一分子 来持续教导崔忠讯 FNC娱乐也承诺 未来会更加彻底地管理与教育旗下艺人 责任编辑梁梦主 遥过的一种感觉 众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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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